一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 人为的制造了亚当 也就是福音战士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来 制造出来的福音战士无法驾驭 于是我们的小萝莉定为 想了一个绝招 给福音战士注入灵魂 第26问 为什么要把莉莉斯叫做亚当 2003年冬月怀着复杂的心情 拜访了人类研究所 为什么心情复杂呢 因为研究所里有他心爱的学生定为 他不愿意相信爱徒定为 做的研究是违背人类伦理的 为了牺牲在第二次冲击中 二十亿人类的正义 冬月不得不追求真相 在人类进化研究所里 袁塘带着冬月参观了 Gelfront的内部结构 在那里冬月遇到了赤木子子 赤木子子这个人物在此第一次登场 从对话中可以看出 他和冬月关系非常紧 可能过去也是京都大学的研究员 他俩估计应该是以前京都大学的同事 赤木当时正在研究生物计算机 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蚂蚁的系统 同时在场的还有赤木子子的女儿 赤木绿子 绿子当年才十八岁 应该是高中生 是他母亲带他来参观的 继续进入研究所的内部 冬月看到了人造亚当的部分躯体 当时还只有一个头 连着脊椎挂着两只手 只能说是一个还没有成型的研究阶段 从子子的台词里 我们可以知道 格西伦研究的是人造亚当 以后的Nerf 一直把利利斯叫做亚当的一个原因 就是人造亚当的模板 就是利利斯 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欺骗使徒 使徒的目的是回归亚当 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讲到 欺骗使徒到这个地方来 从而一网打尽 亚当和利利斯 是上帝创造的两个原始生命 回归原始生命 是重新迈出主宰地球的必经之路 但是最后一个使徒情况不同 最后一个使徒主寻 他放弃了回归原始生命的选择 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进一步解明 影片中初期阶段的试制品 它的颜色和形状和后来的零号机一模一样 换句话说 零号机是第一个试制成功的成品 零号机的结构和启动原理 和后面的初号机以后的机体是完全不同的 而关于零号机它含有特殊的秘密 以后我们详细会讲 此后冬月加入了Giheerum 并成为了元堂的左膀右臂 后来冬月和小微有一段台词 我对谁类的计划并不感兴趣 我支持的只是你 小微代表了冬月教授对科学的憧憬和希望 小微死后冬月支持元堂的唯一理由 就是出自对小微的信任 第27问 生命果实和智慧果实的含义是什么 2003年 人类进化研究所 也就是Giheerum成功的制造了人工亚当 称为福音战士零号机 零号机是个式制品 当时刚刚造出来 还没有办法启动 也没有任何武装 零号机是用利利斯的身体克隆出来的 里面住了部分亚当的遗传信息 利利斯和亚当都是上帝创造的原始生命 利利斯拥有的是上帝的智慧果实 亚当拥有的是上帝的生命果实 如果亚当和利利斯结合就能产生全知全能的神一般的生命体 作品中所谓的生命果实 是指无限的生命力 具体表现就是S2机关 获得了S2机关的生命体 它将拥有的是无限的能量和无限的寿命 同时具有强烈的外部ETField 外部ETField是用来保护自己的躯体的 智慧果实指的是无穷的智慧 获得了智慧果实的生命体 它将拥有的是内部的ETField 内部的ETField是用来保护自己的心灵的 这个设置是导演在作品中安排的一个隐藏的狮子 在电视版的最后两集中 以一个非常奇特的方式展示给了观众 我们继续整理故事内容 狮子成功的福音战士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无法驱动 福音战士它是一个人造的生命体 但是不按人的意志来行动 不解决这个问题 福音战士它只是一个废物 第28问 定为消失事件的真相是什么 为了解决福音战士的启动问题 我们伟大的小罗利定为 提出了一个建议 给福音战士注入人类的灵魂 福音战士它只是一个生命的躯体 四字发展 但灵魂是适常的 用医学的话来说 叫做精神病患者 行为都是不正常的 福音战士要注入正常的灵魂 他才能正常的行动 这是小维的观点 小维是生物学和微信任的天才 他的毕业研究 以前讲过 就是灵魂分离和灵魂共振 这两个理论 灵魂分离 说的是 人的灵魂和人的躯体 在特定的条件下 是可以分开的 分开以后 用某种方法 还可以重新结合 如果应用这个理论 就可以把分离出的灵魂 注入福音战士的躯体 进行操控 操纵完以后 再把灵魂拿出来 放回原来的躯体以后 回复到原来的这个人的状态 这个能够做到吗 像天花夜谭一样 这是SF作品 科幻作品 按照作品中定位的理论 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建议被采纳以后 以赫论暂时放弃了 灵魂机的启动实验 研发了下一台初号机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秘密在游戏版的 福音战士奥里面有解密 因为灵魂机当时没有考虑过 要注入人类的灵魂 所以灵魂机的内核 它是不完全的 而一号机拥有一个强大的内核 可以收容人类的灵魂 这个设置在动画片的第十九集里面 可以看到 初号机的内核是非常强大的 初号机建成以后 定为首当其中 决定把自己的灵魂注入福音战士 来操纵这个巨大的躯体 实验的前一天 小微和冬月 在一棵大树下 有一段对话 通过这段台词 我们可以知道 小微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解救人类 冬月非常心疼小微 不想让他亲身 做这个危险的实验 但同时 他也是小微的支持者和理解者 2004年的某一天 小微的心灵注入实验开始了 但是不幸的是 实验失败了 小微的灵魂注入初号机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不但如此 连小微的躯体 也融化在初号机里 周围的科学家们 想经千方百计 拯救小微 这个过程叫做Sarvage 英文单词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 作品中的Sarvage 是一个特殊的生物学术语 把肉体和灵魂的碎片 重新拼起来 重新组成 这个生命体的过程 叫做Sarvage 小微的Sarvage计划失败了 小萝莉从此消失 灵魂和肉体 都被融化在初号机里 这个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不是明明 影片中已经正面解释了 在实验之前 定为其实就做了两手准备 第一手的计划 是定为自己的灵魂注入福音战事后 进行操控福音战事 他一想到这个计划有可能不成功 所以在和冬月对话的台词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小微已经暗示了 如果实验失败的话 他将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真思上面 小微的灵魂注入了初号机以后 果然他发现无法操控福音战事 于是就采用了第二套计划 从作品中的一些片段 我们可以了解到 灵魂注入福音战事以后 他们的意识是非常模糊的 就像在做梦一样 这可能就是无法操控福音战事的原因 小微的学术理论 除了灵魂分离 还有一套叫做灵魂共振的理论 前面的影片我也解说过 第二次冲击之后出生的孩子 因为家父的房间已经空了 他们的灵魂和母体是克隆的 是成对的 具备灵魂共振的条件 为了启动一号机 小微选择了第二条路 灵魂共振 他把驾驭福音战事的希望寄托在儿子 曾师身上 所以他必须留在初号机里 小微的Servage不是失败 而是他自己拒绝出来 动画片的第二十集 可以了解到 灵魂和肉体的Servage理论是正确的 正常操作的话 小微的肉体和灵魂是有可能回到人间的 第二十九问 为什么福音战事是看不懂的作品 这部作品中呢 设置了大量的悬念 但是到结尾都没有告诉你完整的答案 观众只能瞎猜 但瞎猜没有用啊 原著他根本没有交代正确的答案 就像一套拼图游戏 他给你的板块是不全的 所以你怎么拼的话 都拼不出一个全图 出版的二十六集电视动画 由于前面的节奏不够紧凑 第二十集只讲了漫画版一半的内容 导致最后两集只能胡来了 大量的故事情节全部扔掉不讲了 导演只是把他最想说的内容 写在了最后两集里面 导演想说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带有缺陷的 需要补完 最后两集就描写了这个非常深奥的哲学的问题 故事内容全部放弃 这样一来观众都看不懂了 很多粉丝寄信到厂家 来Gainax征求答案 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邮件 寄信都是指头写的信 但是没有人能够达到正面的回答 甚至有人冲到Gainax的大楼里面 在电梯上用喷漆写的 安野去死吧 一部残缺的动画片 能够导致如此过激的行为 这在日本动画片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好继续回到故事情节 小微就此消失了 最痛苦的就是元堂大叔 小微的消失 让元堂启动了一个新的计划 人类补完计划 这个计划是作品中最大的谜团 我们下期继续揭秘